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我们今天的来宾是啾啾 啾啾你好 那如早各位听众早安 哇好久不见了 是啊最近大家在干什么啊 我觉得都有一点隔绝人事 就最近那个三级警戒 快要松绑 就是大家好像都有一种 快出狱的感觉 从那个从宣布说违解封 不管那个定义是什么 现在新的名词太多 我也不想研究他的定义 或他的逻辑 或者是矛盾之处 可是我突然发现 连看街上的行人 有没有也变多了 然后大家的表情都松懈下来 有没有 这个很可怕 是不是你有这种感觉 对吧 有啊 对啊 你看看我居家工作 已经快两个月 我也差不多 那事实上每天都锁在家里 我们家两个小朋友 已经关在家里两个月 连门大门都没出去过 你们有没有太over 我不便聊 因为我们不敢让他出去啊 吃饭啊 买东西 都是我跑出去 可是这样两个 正在成长的小男孩 好可怜哦 对啊 真的哦 可是你们住在台北市 也是真的 人口密集没办法 真的很惨啊 我拿小熊 骑脚踏车的照片给他看 那个影片给他看 他们都很羡慕啊 你可以分一个 两个我们可能顾不了 但一个可以去我们家住啊 他们搞不好愿意 我们都是五点半出去的 根本没有人啊 面对面距离大概一公里 尤其宜兰就没有人啊 这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真的人哦 在路上行人啊 在外面闲逛 我讲真的是闲逛 因为看那样子也不知道 他自己可能自己也不知道要干嘛 就在路上晃耶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 大家对这疫情太久已经松懈了 好吧那你加油继续把小孩关起来 我们关啊 因为小孩子也不出门啊 不是我觉得 有时候跟小朋友讲 要不要跟我去全联社买个东西 他也不要 不要 坐牢坐久 坐牢坐久会做成习惯 对 我觉得我们宅在家 宅久了你也知道 宅难就真的就 然后在干嘛 打电动你也不能阻止他 对不对 他都说他们在上线上啊 顾客云啊 上军医数学啊 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线上课程 那也还好的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这时候眼睛搞坏了 对不对 是啊 因为整天哦 早上起床 是我知道 八九点就已经在电脑前面 一直到晚上啊 嗯 对啊 对 而且我们也是加入荼毒小孩的范围 因为现在暑假没有线上课 对不对 是啊 然后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就几个妈妈 就是我教唐师 那有人教英语 其实都是顶尖那个师资哦 然后就帮三五个小孩联合起来上课 因为也不能去补习班下令营 那完全不行啊 现在连补习班哦 每天我都要收简讯 就是哎 我们有线上课程哦 快来上课哦 一堂多少钱 嗯 然后呢 我们现在变得要到网路上去找很多的测验券 嗯 然后一边让小孩子复习 那小孩子一考完就自己写完这个测验券的时候 哎 家长就很辛苦了 因为我们要一张一张的一提一提的 我也要去算 拿来看看对不对 然后再跟他检讨 哈哈哈 对啊 那我觉得这个变得我自己又在重读小学了 你知道 这有时候也必要啊 也没办法啊 这个就真的你自己又要读了 那我现在比较麻烦的是 两个都要上国中了 一个已经在国中了 说的也是 国中 另外一个要上国中 哇 我等于国中课程又要再念一遍 嗯 对 说真的 有时候我们都想要把这责任送给补习班老师或别人 疫情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责无旁贷 是啊 那这个是跟你讲 爸妈以前书念得好还好 万一以前书也念不好 其实小孩就会知道你的实力 哦 真的哦 真的哦 我有很多的朋友 嗯 然后呢 在教小孩 那就被小孩子呛啊 因为他教一教教到 哇 自己也卡住了 对 对他来讲已经太久已经学习的东西了 所以对他们来讲 都糟糕忘记了 就卡死在那边 还有一件比较严重的事 是爸妈英文不好 小孩念双语 哇 那个哦 其实我叫大家要深思啊 哦 要深思 那有些人哦 他小孩念双语 然后老师写那个评语 你又不能叫小孩翻译给他 他都远远的 去把他拍照 传给住在美国的妹妹 叫他翻译成中文 什么意思 然后他 要怎么回答 然后还要经过这样翻译 其实这样也辛苦了啦 你知道吗 我有朋友 那种 就是儿子女儿 来问那个英文问题 对 你知道吗 然后呢 我的朋友就跟他讲说 你打Google Google有翻译 你知道吗 被那个儿子女儿白眼 对 好 没关系 这对大家都是一些这个 除了身体的考验 还有智商的考验 在疫情间都出现了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些开心的吧 要追什么剧 我真的跟你说 疫情我被关了一年多 都没出国 但因为在念线上课程 我也很忙 我到现在还没有空追任何一个剧 一年多 哇 真的很可惜 因为你也知道 前一阵子就在去年的时候 疫情刚开始 的确让电视剧 电影的确有受到创伤 因为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怎么拍片 怎么拍剧 他们都不知道 可是经过这一年之后 今年的剧 就比去年要成熟非常多 好 我们先来介绍 因为悠久的专场是介绍日剧 我知道很多韩剧也都非常好看 那来告诉我们 有哪些剧值得追 因为现在比较难介绍你电影 对不对 因为你可能也未必还能去看 但也有很厉害的电影 只是这个播一部赔一部 一定是这样 那电影最近已经为解封 在台北市 但是去看的还是少了 对不是每个地区都有解封 那台北市现在你看电影的话 它大概就是采梅花座 那我们现在都要十年制 你进去他就用手机拍 1922直接传写出去 然后进去之后不准饮食 全程戴口罩 然后采梅花座 每一个厅不能超过100个人 也就是说你听 你如果真的要进戏宴去看 那就请你挑那个最大厅 那种八九百个人的座位 对 那最后才100个人 八个做一个嘛 而且何况通常来个三十个就不错 所以我说电影院是赔的啊 不管怎样啊 不过他们现在就是少赔嘛 那至少还可以基本的运作 那另外就是有些设备啊 你久了没用其实会坏的 也对 对啊 所以他们那种更昂贵的那种 高达以亿做单位的这种播放设备 如果你今天不让他不断的暖肌运作 就会坏 说的也是 所以他们还是要维持基本的运作 让他运作 这个可能比他们房租的损失会更硬 是会更可怕 对 但是身为这个广播主持人 我们也不能鼓励你说去拯救一下电影院 这就是两难 我觉得真的都两难啊 那餐饮业我也觉得惨到一个不行 当然 多招的一家店 然后你上上礼拜还可以去买 他的餐饮 就再隔两个礼拜去他已经关了 有时候关门是明智的 我说真的 你要会看那个你的财务报表 是啊 还要会看你的未来 如果这边亏损了钱 未来真的赚不回来 我真的是觉得你可能 或你本来那个店就已经撑得很辛苦 你可能还是关的比较好 可是现在关店的退出门槛也高啊 员工是不是之前要钱 很多人是因为没有资钱费 只好继续开着 有可能 对 就继续把这个债务继续往后递 好 那我们等一下来介绍 推荐的日剧 你可以在家里用各式各样的app 去看的到底有哪些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好 悠悠来介绍值得追的日剧吧 我们刚才提到了 家里有很多的小朋友 不是面对的读书 就是面对要考试 对 那去年我们的大学联考 也就是说我们的基策 其实已经有遭遇到一点挫折 因为疫情期间 大家怎么考试 甚至还因为这样子 整个的考试往后递延 那今年跟去年一样 我们的这个基策部分 也往后递延到7月底 然后台湾跟日本 刚好恰恰好 就刚好播出了一部 在16年前非常红的一部 这个漫画改编 这个我们在以前在节目当中 也介绍过的 这个东大特训班 它推出了第二部 会为16年推出第二部 那这个就是教你如何 在那种偏差值超低的 只有二三十的状况底下 如何能够考上东京大学 这个感觉就算 虽然我们这样比是夜郎自大 因为东大比台大 我是觉得更难考 难考多了 对 然后呢 等于就是说你一般 乡下小学的放牛班 然后你想要上台大 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 对 差不多 然后呢 日本的考试 跟我们就稍微不太一样 因为日本的 他们更难考 他们分两次 他们要考两次 而且他们 他们有所谓的基础 我们讲的基测 那个就是 他们有个大考中心 大考中心呢 就是去测验 哦 你的确有念大学的资格 但是每一间学校 几乎每一间学校 尤其是特别好的学校 它都会在个别考试 那中间会隔大概一个月 也就是说你考完了 第一次的基测 代表说 哦 我可以大概可以上 有资格去考中大 然后再进入东大的 自己的单独造成 其实他们的大学录取率 大概 因为他们并不主张 每个人一定要一直念书 技术性学校很盛行 所以他们大学录取率 大概就跟我们这种 五六年级的 出头的那个时候的录取率 差不多 对 包括私立大学 大概只有二三十% 那他们还有所谓的短期大学 对 这种短期大学 甚至他们还有一些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有的 就真的也是要读好几年 但是有的人就跟 这个短期大学一样 也是二年制的 那就是方便 有一些学校 学生 社区型的 在这附近的学生 想要学一些特殊技术 他就来 那东大特训班 就是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要去念东大 东大并不如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他的出题 他有一定的 这个出题的模式 都这样吗 因为我们本来也是日式教育 是 所以台湾其实也是 那他其中 东大特训班 从第一步跟第二步 其实都有一个 我认为最重要的关键点 这个也提供给各位家长 就是当你看到一个考题的时候 脑袋一定要立即的 把它换算成 到底出这个考题的考题 这个考题者 出考题者 到底要问的是什么 到底要考验你什么 如果你站在这个角度去思考 你在作答上面 会比较容易一些 对 那因为东大 它本身就是一个 秩序于未来 它就要栽培 能够支撑 日本政府重要官僚的 一个这个先前的一个考核的制度 所以呢 他在考考选这种题目的时候 都会以全世界博览全局 或者是以全国性的眼光 来看待问题的角度去出题 所以你自己在出在解答的时候 也要以这种宏观的角度去回答问题 这样比较能够夺得 这个批诠者的这个吸引 好 这次有很多大明星 像继续在演 隔了15年 在演这个男主角的 同样一个人 对 就是阿布宽 阿布宽 然后女明星很厉害 有三下至九 对不对 阿布宽 这是男明星 对不起 三下至九 对 三下至九是 是女生吗 杰尼斯的 杰尼斯对啦 他是男生 杰尼斯的偶像 他是 叫三批嘛 对 然后还有常哲雅美 演的应该也是女导师 那时候演他同班同学 事实上那时候的三下至九 班上有一个辣妹的女朋友 其实大家都 那时候都没料到 现在大红大纸的 是谁 新元节衣 原来他很早就有演了 对他新元节衣就演一个辣妹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只要回头去看 因为那个 我们打开电视频道 其实有重播第一部 打开你会发现 哇 原来新元节衣 以前是长这样 变很多是吗 现在就变小清新派 他在那个时候还演辣妹 跟你现在新元节衣的形象 你完全都结合不起 连结不起 对 然后呢 更重要的是第二部 常哲雅美长大的 因为时隔16年 东大也毕业了 然后他跟着里面 阿布宽 当在系里面的职业 他也当上律师 可是阿布宽 因为在过程当中 栽培一个学生 发生了一件意外 阿布宽就不再辅导学生 结果呢 常哲雅美为了要让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能够继续的维持下来 只好再去接那种濒临危险的学校 招生不满 要以升学率来为号召的这样的学校 来再重整重建这样的学校 是他没有办法 常哲雅美 拜托他以前的朋友 再把阿布宽找回来 然后回到了另外一所高中里面 要把这一所偏差值很低的学校 打造成以升学为目的的学校 说真的 这个有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律师竟然变成了特训班的老师 因为他的故事里面是讲 因为他接受了很多的委托 然后发现这间 因为他律师嘛 他就发现这间财务有问题 然后于是就来协助做这重建的计划 然后发现这些银行什么都不懂 只好阿布 里面这个角色只要跳过来 直接来帮忙辅佐这整个学校 然后第二步比较特别 第二步的制作团队 因为是前半折直述的制作团队 结果这一次的剧 就结合了东大特训班的特色 加上了非常紧凑的半折直述的编剧模式 跟拍摄模式 所以你看起来又有商业站 又有学校的学业站 感觉就是很好看 而且我觉得阿布宽讲的很好笑 他说距离上次那部作品 15年后我会再扮演阴木剑二 虽然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你看我扮演的阴木剑二 还是都不动摇的指导学生 让所有的笨蛋和丑八怪 都去上东京大学 他的理由很简单 你丑八怪 你不要靠美貌来吸引人 所以一定要念得好 对不对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的信念 因为你没有背景 没啥嘛 没有就赶快一定要就只能读书 真的 考上那个好大学就证明你不笨 对他的理由很简单 丑女你今天是这个笨蛋 你更应该要上东大 尤其是他开学第一天 拿着麦克风就在台上这样子骂 以下的学生你就知道快要反弹了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聊 还有好看的日剧 欢迎收听幸福好时光 好那接下来 99还要介绍什么样的剧 我们可以追呢 好那大家都知道 现在疫情泛滥 然后我们在医疗剧上面 这个也是淡如特别爱的这种 他拷起来切切哥哥的 这一档 听说有个韩剧很好看 对然后这一次也有一出这样的剧出现了 你是日剧吗 他叫做东京救难英雄 对我很喜欢看那个日本的那个医学剧 然后这部医学剧又超乎淡如以前的收拾习惯 因为我们看到都在医院里面啊 看这白色巨塔是如何的腐败 或者里面的医生在这种夹缝当中如何的拯救 其实我不爱看人家在斗法 我喜欢看人家动手术 怎么救 然后这一次更特别 它的MER事实上是一句 是三个英文单字的缩写 它叫Mobile Emergency Room 执意起来就是 执意起来就是行动的急诊室 所以你可以知道 它就是东京知事呢 一个女知事上任了 十年百合职业的 她就上任了就说 好我决定了 我在这里要推出一个紧急救难组织 这个救难组织呢 它就有一部非常大的卡车 里面就有各式的 什么手术都有 就是它开到现场去 马上把它送上去手术这样 这样挺酷的 因为它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灾难 发生了现场 等到它送到这个医院来的时候 可能都来不及了 所以要更积极的 医生直接就到现场去做医疗的设施 可是这个对一本的医疗制度 就反生很大的冲击 他们认为这样很危险 这也违法 是啊 没有在医院里面 所以它在故事里面 就开始政府端就开始有点不满了 所以后生省呢 直接派出他们一个官僚 进驻到这个单位 要来直接的来目睹 看这个组织该不该继续的存在下来 所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也不止我们这里啦 各国的政府 其实都不是在支持你救人命 而是就重要是程序要不要合法 合它的意义 然后是来卡的啦 然后呢这个组织的单位呢 被派进来的也有很多心不甘情不愿的 像有的那种菜鸟医生才到医院里面 然后呢这种大家都知道 爱医生都想说这个这么累的工作 就叫菜鸟去 如果那个菜鸟医生就被派去 那他就很不甘愿啊 我干嘛来这边 而且这完全不符合我知道的日本的意料制度 医生不是这样干的 然后呢也有一些护士 倒觉得说他就是要到现场来救人 那男主角呢是东京知事把他找来的 本来他都是那种无国界医生 专门在战场上救助的这些医生 然后他把他找回来担任这个组的主任 然后呢就跟官僚这一边 就两边开始就对抗起来了 整个故事呢 当然还是以灾难 然后医生如何在灾难现场 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措施 第一集大家自己去看 他里面就有很多那种急救的措施 那里面也在探讨一些 到底在医生的眼前 生命有没有所谓的轻重 也就是说 有没有哪一个生命比较值钱 我们要赶快去救 哪一个生命比较低贱 我们就还点救 到底这一个的拿捏跟取舍 到底在医生的天秤 是怎么样在两次 其实应该就医学教育而言 没有什么贵贱问题 就是能救的救 如果真的救的也没效的 那他可能就会被舍掉 对不对 在任何紧急状况而已 对一个医生的医学的知识 以这个医学的医德来讲 的确是如此 在他面前 所有生命都平等 哪一个最严重 最需要他的救助 他就立即的先救救助 所以他一开始遇到 那种灾难现场 有所谓的减伤分类 他一开始就要很有经验的判断 这个要立即处理 这个要送医 这个等到救出来 因为他灾难现场 未必他这个人 这个伤患 是立即可以被处置的 他可能还要先被救援出去 才可以送医 可是他必须要在那现场里面 先进去做好分类 等到救难队 比如说消防队员 在这个灾难现场 把人救出去了 他才能够知道怎么处置 可是有一些就很紧急 立即就已经昏迷了 他当场就要立即做手术 甚至要直接的做那个心肺复苏术 所以在这里面就有很多的挣扎 然后在这第一集里面 就发生了一件车祸 是一个疑似 一个卡车的司机打瞌睡 撞倒了另外一部公车 那结果呢 大家都觉得应该先去救公车 结果那个卡车司机 也因为这个撞击 整个被卡死 卡在那个驾驶座上面 那怎么办呢 昏迷了 那医生啊 那个主角 那个林木亮平衍的 这一个主角 立即就冲去要去救这一个人 可是他们团队里面 那个菜鸟医生就会觉得 他是造势者 你不去先救那些 无辜的受伤的人 竟然先去救这个造势者 这个我可不可以打断一下 因为如果是医生 我也会救造势者 因为医生不是法官 他没有 每一个人在法律之前的平等就是 他还没有被判醒之前 都是无罪选 对不对 对 没错 那在公车上的可能伤势没有那么重 不会马上死 没错 是不是 这个主角 他就是抱着这个态度 这才是正确态度 可是网路上就开始批评他 对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医疗 有时候我们去想 当我们需要更 更及时 更快速的医疗 这样措施的时候 我们大家的心态 跟整个社会的制度 是不是已经完备到 可以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那其实这一部的日剧 也提供了这样的形式 冬金救难英雄 MBR 也推荐给大家 尤其这个还是安党的 日本也正在演 台湾很快 也及时在播出了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 不知道从神通广大去哪里 都看到了 没有 这个台湾的频道就有演了 是电视是不是 对不起 因为我们家很久没电视了 那么等一下再来介绍另外一部 算了 今天我们其实本来很多部 我们介绍日剧好了 好不好 好 没问题 请待会一定要收听 幸福好时光 好 今天请到的是Jojo 来 接下来 我知道还有好看的日剧 因为都是我喜欢的明星 一听到 一看到这些人来演 什么天海又西主演那一封 就知道 北川景子 这就是厉害 对吧 好 我们先来介绍 有一部是安党的 叫做女王真心事 这个我想大家都 都都很熟了 那为什么 我稍微改了 它的播映的日剧名 稍微改了一下 因为呢 这个天海又西 在台湾都一剧 一项都被冠上了 女王系列 本来叫紧急取调室 对对对 紧急审讯室 对 台湾也都叫这个名字 但是呢 这个 我们就为了习惯了 就把它冠上女王两个字 因为这个是天海又西的冠称 那这个我们都知道 不出现场 刚刚有讲到医疗的 反而要跑到现场 他是讲这个警察呢 完全都不到现场去 就靠着审讯的方式 要把案子给破了 这样的系列 然后呢 天海又西呢 主演这个系列 因为大受欢迎 现在堂堂要推出第四季 第四季了 那每一集呢 多多少少他们的成员呢 都多多少少会有点变动 那整个呢 都一直在讲 他们这个组织呢 都在那种夹缝中求生存 因为警察都在反对他 警察单位都在反对他说 你们这种单位哦 一切都没用 为什么呢 所谓的警察破案 就是要踩破皮鞋 到现场 把他跑出来的 怎么会靠你在 这个冷气房里面 靠着真讯犯的 你就可以得到真相呢 这他们觉得不可能 但是因为你知道 现在所谓的人群高涨 所谓的真讯 都必须要录影 所以他们在这个录影的 过程当中 其实就有很多的 一些小撇步 跟小的一些方法 他们要跟这个当事人 所谓的这个嫌疑犯 被抓来真讯的嫌疑犯 这个叠对叠的 自立的这个互相的竞争 那整部片呢 一直都在绕着 这种氛围里面 那天海又熙 继续演的寡妇 她先生是一个警察 然后呢 也有小孩 她演的人命都很苦 她以上是这样 因为她就是属于那种 很强势的 女性的代表 她又很坚强 这样 然后呢 她跟那个 我们讲的米昌良子的形象 完全不一样 米昌良子就是 唯我独尊的那一种 然后呢 她是这一种 在苦命当中 慢慢的茁壮 发挥出她女性的光辉 你没有觉得米昌良子 其实是两种综合体 它是那个欲望城市的凯莉 有没有 对 就什么都很奢侈 永远不顾未来 但是问题是 人家有精湛技术 你要怎样 是 没错 所以你要想 这一类几个比较特立独行的女性 通常在日本就会成为收视的表率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电视剧的主要收视群都是女性 尤其现在是年轻的女性居多 然后呢 年轻女性打开电视机 就会以这些为作榜样 当作她们女性的榜样 效法她们 然后米昌良子出门再怎么样 都是超时尚 然后又有自己的技术 然后呢 不甩一般的社会的观感 我就只是想过我自己的生活 其实我们很喜欢 我很喜欢这个系列 对啊 米昌良子我们都知道 Dr.X的系列 是 其实跟这个女王系列 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一部呢 因为我们都关在家里 没有没有 天海又西真的很苦 对 我们都跟这个警察一起关在家里 看他们怎么关在一个房间里 然后把案子给破了 这个我们比较能够感同身受 对好 我真的要来追剧了 因为我前不久真的太忙了 好来 接下来还可以再讲一部日剧哦 好我们再来讲一部 最近呢 开始有所谓中央已经决定违解封了 告诉大家餐厅可以内用 只是有遵循一些内用的法则 不过呢 很很 大家其实哦 各个地方政府其实防疫的这个心情也很高啊 所以呢暂时都还没有开放 那没关系 反正我们现在在家一个人孤独吃饭 那就跟着孤独美食家一起到大街小巷去吃东西 我们看到我们最熟悉的日剧的绿叶的脸孔松丛 他在这里面演了一大堆系列哦 这个孤独美食家哦 因为制作费非常低 就只有他一个人啊 对 然后呢他就到处的去吃美食 然后呢一个人哦 孤零零的享受这美食的快感 说真的哦 孤独的美食家哦 他可以红哦 应该都是在日本 反正他也没有任何激情 其实那个里面哦 也没有争着太多故事 你知道吗 没有耶 但是呢 老实说现在去看家吃东西 因为我们不能去餐厅嘛 也不能去日本 看家吃东西 我说真的好心酸哦 可是我跟你讲 赞如这是我们的心情 我也觉得看别人吃东西 我自己吃不到 像我有时候在看日本组艺节目 在介绍美食各地美食 我也觉得好羡慕 我一定会看 但是现在以前看的时候说 哦 不久 在哪里我把它寄下来 要去那里吃 结果我真的吃过好多 孤独美食家的店哦 但现在看起来就有点心酸 可是我跟你讲 现在年轻人哦 打开视频会看着人家 那种大胃王 直接跟他一起吃饭 他就看着视频 看人家吃饭 他也很开心 各位我可以看孤独美食家 或深夜食堂 那深夜食堂菜 其实也不怎么样 但是就是 结果我们用那种中老年人的 一种淡淡的人生滋味 但是 大胃王我没办法看 我看了他们吃东西 我真的吃不下 对 我每次都觉得说 吃东西 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要吃到这么心酸 这么痛苦 对 然后孤独美食家呢 在你 如果真的还都是一个人 在默默的吃饭 那你觉得 要找人陪 地方打开 让这个松松丰呢 带着你到处逛美食 然后一起吃饭 好 所以 这大家应该很熟了 已经到了第九季了 对 第九季了 是 那么 我们再用一个 这个简单的两分钟来 好 然后我们来介绍 另外一部呢 叫做疫情的乌鸦 这部是一个法院剧 又有一个法官呢 这个由 这个主演内锋 饰演了这一个 很奇妙的法官 然后呢 配上了一个 标准模范生的法官 由黑木华这边饰演了 然后两个就在法庭里面 产生了整个的冲击 最重要 他揭露了一个 法官事实上 可以行使紧急权力 然后呢 主导调查 本来法官都在那边 他在庭上 听着检察官 跟辩护律师 相互的提供证据 没有 事实上法院的法官 是可以行使紧急权力 然后呢 要开始做 直接的主导调查 所以这次是针对法官 因为检察官跟律师 比较好拍嘛 其实法官的故事 比较难拍 因为没有那么的惊奇 对 然后他就来一个 破格的法官 专门来行使这权力 然后变成了另外一部的 这种侦察剧 不论你看警匪片也好 或者看检察官的据业 在这部片 虽然叫法官片 事实上都有 然后呢 最重要的 他里面也面对了一个问题 就是台湾最近 所谓的平民法官 我们一般老百姓 现在也开始甄选 陪审团 可以进法院去一起审理 他在里面也有遇到 同样的问题 那到底整个的法院 到底该怎么样的 何去而从运作 在这剧里面 也有一些深入 简出的一些发挥 那最重要 他提出一个概念 法官事实上很忙 然后呢 法官如果能够像这样 遇到了一些 他觉得有疑问的 案件 他自己都能够主导调查 误网误众 我们都会觉得 这个是一个非常 这个欣慰的事情 我们也期待 这样的事情 会降临在现实里面 你不觉得这样的故事 很熟悉吗 我们以前看过 牧村拓栽的Hero剧 事实上也是同样的逻辑 那这部片 你就把它想成是 法官版的Hero 大概就是 可以理解 你们Hero是检察官 所以他有查案的权利 对 但是法官其实 他就是判案 对 而这个法官要拍得好 不容易 但要有一个不一样 不同于传统的人物 那主演那一封就是 他就很适合嘛 因为他看起来不像法官 然后他最重要 他是一个律师 他本来是一个辩护律师 那后来发现 辩护律师 原来要提供各种的证据 只要庭上不采纳 他一概都无法去伸张证 法官比较有权威感 但是你最近 有没有看过一个本书 叫做 就天下文化法 他出的杂讯 他就是那个丹尼尔康纳曼 就是诺贝尔奖的得主 他的意思 其实我看完那本 整本意思 我就知道 他说人为的法官判断 都无论如何都有误差 而且那个杂讯很多 同样一个案子 每个法官判的不一样 其实他在告诉我们 未来AI可能会判得比法官好 事实上我也这么认为 因为他不会受任何的情感因素干扰 他就根据事实来做判决 是 好 非常谢谢舅舅 谢谢你 我们下礼拜再来介绍 美剧或者是其他的电影 因为我知道日剧还没介绍完 谢谢 好 拜拜 请继续收听王瑞瑶的超级美食家 那么田园香的连麦活动 今天还在热烈的进行哦 我喜欢 yêu龙斯 我喜欢Radio